嗨 幸福企業之特別企劃 我是何峰 我是Kiwi 大家午安 為什麼卓上出現了這一盤 端午節要做什麼事 滑龍舟啊 吃粽子啊 還是滑粽子 然後還有就是吃小鮮肉啊 所以你說我嗎 你這個老皮嫩肉 我都要比今天來的那個大武相 差不多大了快兩輪 兩輪嗎 沒有啦一輪吧 那現場朋友應該很期待吧 他很期待 所以我們要先偷偷告訴大家今天 趕快趕快 我們不要講今天來的是誰 我們要大家期待 就是一直壓到12.59分 不好吧 還沒有拉出現 先跟大家講今天通關密語就是 我們八大神劇90後的我們神劇 有沒有人有看 有沒有人有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一定有啊拜託 我們那個 你只要轉到八大五十五 都會看到他們的劇出現 對 大家記得要公開分享 然後呢 沒錯 怎麼樣呢 然後幫我們tag兩位好朋友 然後記得一定要返藍喔 因為真的每次看到直播的時候 都發現很多人沒有返藍成功 這樣的話我們的系統是抓不到你們的訊息 跟一萬塊擦身而過 對啊 安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什麼 哪一國話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人數 我們現在83人人數買200以上 我們會有三星 JBL的藍牙喇叭 也是要送給大家 然後呢一樣三萬 三萬 三百人會有一萬 三百人抽一萬 對啊 三萬人會抽一百 這樣誰想抽啊 你說三萬人都可以得一百 這樣其他人也不錯 好多錢喔 所以三百人的話就會抽一萬塊錢 大家 然後呢 等一下 我們那個昨天有預告文 然後說今天會有送神秘好禮 可是呢 我要先講這個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們要嚇一跳 我問你要幹嘛 今天會有抽這個 抽這個 對抽這個 有沒有看到 高級行李箱的那個關係 而且它裡面就是可以裝 我覺得就是旅行組的東西 當然啊 出門啊 在那個飛機上面或者說在 出國旅遊的時候 我就國內旅遊也可以 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 然後很特別的是 因為八大呢 他們那個 進行改版 所以他們的 新的節目或者是 以前的節目呢 都會做成這樣的貼紙 你可以自己的貼在上面 自己客製化你的心理箱 對對對 自己客製化 我覺得可以貼在大的心理箱上面 你說自己的心理箱嗎 對啊 你看欸娛樂百分百 都有啊 大家知道都有看 現在很多欸 我就會傳真進去啊 你知道現在他們都 就會有點像玩遊戲 玩那個狼人勺 我都好想玩 欸96後的我們 好 欸幹嘛 你跟人家分享一下啊 欸可是只有這個的話不行 我看你裝了一個東西 你都拿來 沒有東西 什麼東西 粉絲們你們知道 我跟你講一件很誇張的事 沒有 我都摸到你別的地方 幹嘛 是他親手給我的 你幹什麼 Kiwi居然失場了禮物 沒有失場 我們今天大午像 那個 本來要送他的 你先給大家 他剛剛親手拿給我的 他就是要給我的意思啊 你幹嘛要這樣 親嘴勒親手 什麼啦 大午像的簽名 你知道拍立得簽名 我故意讓 就反光讓你們看不清我是誰 等一下才有 我這樣算是歌愛欸 好啦我自己決定 我不管你的 今天那個簽名拍立得要送給大家 等一下呢 帥哥本人要來現場 對啊 他現在也在旁邊 讓我一顆心 噗通噗通的狂跳 你幹嘛幫我們打歌啊 在出現這位帥哥之前呢 我們要先來看看 用影片來歡迎他出現 沒錯 有兩支影片 好 不曉得我們即將臨盆的小美變好了嗎 哈哈 美變很辛苦欸 好我們來看這支影片喔 連在一起 好 走 70 很麻辣 80 80 終極酷 90 看我 就是帥 就是哪 我們就是太陽 八達總的台 每月是四日起 91990 晚間9點 9點 我們就是不一樣 小燕 這是誰啊 他 他是光人他妹啊 光人有妹妹 我怎麼不知道啊 而且 阿達你怎麼知道的 我上次去看到的 蛤 所以 他常跟光人碰面嗎 你們好 我叫詠琪 嗨 我是大智 這是阿達 你們是來開趴 還是 住這啊 你們當然是住這啊 上班是開什麼趴啊 你們 住這 對啊 蛤 太誇張了吧 這比我家車庫還小耶 你們竟然擠得下 沒錯 他就是光人他妹 應該不是吧 絕 對 是 是 這地方也太小了吧 比我家車庫還小耶 你們看 連反應都一模一樣 台詞也一樣 我可沒有大叔這麼誇張喔 周大智 你的回憶體 哪有啊 我講的都是事實啊 不然你跟阿達 八大綜合台 九零後的我們 鄭重歡迎 九零後的我們製作人 刀八鐵神王萬博 哇 我是誰呢 我是 高八鐵神 大家好 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男主角 魯光仁被折磨了100天的男主角 魯光仁陳欣偉 大帥哥 真的 帥不帥 戀愛師 帥不帥 超帥 我在旁邊都已經感覺到他弄帥氣 有戀愛的感覺 而且你看他被折騰100天 然後整個看起來好笑 不會還好還好 這100天來 是不是就是你知道 心裡那個 還有成長很多的感覺 我成長非常多 因為這是我第一部戲 第一次當男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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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覺得就是獲得很多經驗 從一位饒舌歌手 轉戰為一位專業的男主角 等一下會有饒舌歌手 等一下會有一段 會有即興嗎 即興 即興 對啊 所以我們這個階段要先抽出的 就是我們的 肉多多優惠卷有三份 很妙吧 我們一邊看偶像劇 然後一邊吃肉多多 來 看是哪三位幸運得主 117人 好我們看一下 來 三位分別是 洪志柔 趙金 跟David Lee 恭喜三位 恭喜三位 這三位 記得就是一直來看一下 我們的大帥哥在現場 有有很多人都說男主角很帥 製作人家很帥 你是我帥嗎 有啊 有啊 照親照親 是你的那個親戚朋友來的 那我們擺這個pose把它結束嗎 擺到1點10分 1點10分 在那個介紹節目之前 我覺得那個刀疤先生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是嗎 是不是以前就是宏起一時 我們就是那個 因為我本身自己是 專業的演員 不是 在製作過 那個 終極一般 一系列的 然後還有 很多偶像劇 就是 花樣少年少女 公主小妹 你有看嗎 你那個歐的是什麼意思 沒有 是不是 原來 原來 原來他這麼大牌 對 因為製作過很多偶像劇 然後 剛好我自己就是 本身就還蠻愛演戲的 全台灣最愛演戲的製作人 所以每一部自己的戲就要下去 自己一下就嘎一下 對啊 那嘎著嘎著就不小心嘎到了 中極一般裡面的到八點聲 然後就 一直一炮就紅了 對小朋友的歡迎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大帥哥拿著這個看板呢 重點今天要來就是要介紹 90後的我們18大綜合台 心力學的那個 90後的我們大家最主要是在講 完全是在講90後的人的事情 年輕人的想法 年輕人的創意 年輕人的突破 然後他們的心路歷程這樣 對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節目 在90後啊 你知道那個薪水又很低 都很窮 是不是 我們把這些心聲全部都講出來 在心裡面 為什麼可以讓這麼帥的男主角 就家裡家道中 你一定要這樣子 就是因為要反差 如果他長得帥 然後又沒什麼反差 誰要喜歡他對不對 所以就故意把他用得很糟糕這樣 但是他骨子裡面還是帥氣的 對 如何在這種頂家 然後還可以這麼帥 所以頂家有冷氣嗎 冷氣很不冷 都是這樣嗎 下熱東冷對不對 下熱不冷 而且還有一些房間沒有冷氣 對 被包六 那還好我們戲已經結束了 因為 因為六月剛好就結束了 不然就熱死了 真的 真的 所以你們就真的在頂家拍對不對 對 我們基本上 不想爬樓梯上去嗎 很高 六樓 所以其實各位很辛苦 因為他們都要扛細材啊 燈光啊 攝影機什麼的 你就是折磨他就對了 是一定的 那記得 各位八大綜合台 28排 對 週一到週五到週五 晚間9點 9點到10點 限制熱波頭 對 現在已經播到第十九集了 還來日期喔 還來日期 現在越來越精彩 後面越來越好看 真的一定要看 一定要看 沒錯 所以我們有個卡司預告 要給大家看對不對 如果說你前面LOS掉的話 從現在開始加入都不完 還是可以喔 今天晚上就要看 接起來 今天明天晚上都要看 一定要看 對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預告喔 好喔 很帥喔 這地方也太小了 比我家車庫還小 現在都死過了 今天 你死了 好可怕 我爹地說終於答應 讓我嫁給你呢 姐 剩下的我們算他不完了 這是我的稅油卡 八大送的台 90後的我們 好喔 我剛現場 所以呢我們 介紹一下 對我們只介紹 我們只介紹那個 魯天人嗎 魯光仁 喂 是魯光仁 是魯天人 看到另外一個 自己拍攝住 是天人 陳天人 對所以要四個刀告訴我們 我們才知道他們 第一個 第一個是魯光仁 剛剛是他的馬 夾到中落 因為他長得帥 我們就是要故意要整個 而且這張照片就是他粉專的照片 這個帥氣 所以他故意 就是一個反差 讓一個角色裡面每個都反差嗎 他的個性就是一個 非常的 講一下自己講 我的個性在這裡面就是一個 傲嬌 對很傲嬌男 跟你本人個性有沒有落差 蠻有蠻大落差的 我也聊說是一樣 蠻大落差的 就是他在裡面就是一個 他雖然是傲嬌男 但是因為他 家境本來很不錯 然後 從小受到的高等教育 他是心理學跟 柳英 柳英國的 柳英 對 所以他是一個 EQ很高 IQ也很高的人 所以他在面對很多 不管是他身邊的朋友的感情問題 或者是一些家庭問題 他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們在這裡面呢 就主要是講氣泡時代 就是現在不是90後的我們 90後的人就知道是氣泡 就很多要拋棄的 夢想也要拋棄什麼 要拋棄什麼 他是算是那種厭世掛的 就是因為他已經放棄了 反正爸媽都不要我了 我就沒了 什麼都沒了 我就厭世 所以就擺一個臉這樣 然後怎麼樣開始 遇到了他們幾個之後 融化了他內心裡面的東西 然後開始要正面 打開他的心房 從跌到谷底 然後慢慢往上爬這樣 另外這一位是 他是 庄家翰 庄家翰 就是在裡面演一個健身房 健身教練 然後很喜歡IG 現在年輕人就喜歡IG 對不對 玩IG 然後直播 然後 裡面他很會把妹 很會撩妹 但是他就是怕結婚 喔 他只想戀愛不想結婚 這也是 反映90後的人的心態 就是我裡面自己談戀愛 我也不要結婚這樣 他呢 他是剪兆峰在裡面演 他是阿達 陳信達 他在裡面是演什麼呢 就是一個工程師 是一個人際關係有問題的 現在我發現很多90後的人 都因為他從3C一開始長大的 所以他對人際關係上面 溝通上面有問題 然後靈目都變得變少 是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在裡面喜歡上我們女主角 但他自己不知道怎麼表達這個喜歡 所以這部劇就是三男搶一女 沒有 我們現在後來是變 本來想像設計的 因為關係太複雜了 整法變成是 只有 也沒搶他 他就是喜歡上他 然後呢 那 那女主角呢 是從一個暴力女 他是一個個性很 很暴力 因為我們裡面女主角 畢竟是要反差一點 對他在裡面暴力女 然後他因為 從美國回來 然後本來要找他的媽媽 結果不小心就 讓他 出了一個車禍 車禍 然後待會兒救他 一救完之後 就 這個失憶了嘛 他也沒地方去 所以他就跟著他們一起 到了 就在頂家 哇賽 所以就這樣子的音樂關係 這樣四個人就 和在一起這樣 然後開始了他們90後的生活 可是你們頂家有四個房間嗎 還是 沒有四個房間 所以 所以你講一下你睡哪裡呢 哇這個厲害了 我們這個考慮過的 不是為了經費 是故意設計的 你睡哪裡 聽聽看 我們只有兩個房間 但我們有四個人怎麼睡呢 所以 就是小憶是自己當的女孩子 當然自己睡一間 一定的吧 這是一定要 我們不能亂來 然後因為他 因為他其實是我們的房間 其他三個男的 他是我們的 擠在一個床上嗎 他是我們的二房東 所以他一定會有自己的房間 那你們兩個呢 然後他就跟他睡 他們兩個睡一天 他房間最大 那你睡哪 我睡帳篷 帳篷 什麼意思 哪有帳篷 有那種靠近的 不行不行不行 打地不怕 土片級的 土片級的 因為一開始睡覺看戲就知道 反正他劇情就是 一開始就是他 他把 因為他 反正他裡面有一段是他撿到的錢 然後他把他這房間弄得很漂亮 就一個少女房 然後有那種蚊帳這樣 然後我們三個人就很生氣很不爽 可是又覺得他不知道可以去哪裡 然後就給他睡吧 然後他還很貼心就拿出帳篷 不知道去哪裡伸出的帳篷 他說那你睡帳篷 我說哇還想到我 我還很開心 這個是一個實施的 我們故意安排的 因為現在很流行錄影 對啊 很流行啊 我們就故意對不對 夏天也快到了 我們在這個陽台很漂亮 你們真的要去看一下 陽台弄個二 很多人想去那邊睡 你應該那個就是 開放變AMBNB 真的 那個房東 那個房東現在已經開始籌襪了 真的 對 但是大家看這個劇 都想要去現場看一下 這個環境 對對對 而且可以運動喔 爬六樓 可以運動 可以運動一下 爬六樓 爬六樓 對 你有辦法嗎 我 你一定沒出過頂家 我也沒出過 真的假的 沒有欸 你們念書沒有出過嗎 那種 就念書 豬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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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必須說你去的真的會驚訝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陽台超漂亮 這個就是完全 我們立刻就開發的現場 那我們去現場直播好了好不好 我們現在要現場 我們現在要實境這樣 下一集就實境 我們質問說那個 你第一次當男主角 因為之前就是 一開始是model出身 然後後來是饒舌團體又 然後這個 第一次演戲 又第一次當男主角 想必你大崩潰吧 對不對 就是 面子準備一下 面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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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過了要隨面積 就其實 因為我很感激這次機會 就是我剛剛說 當初有跟製作人講說 我會把這部戲 就是當作我最後一部戲來拍 因為 對我而言 我是一個很 就是我很專注在 很專注跟很在意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很認真的準備這場這齣戲 所以其實一開始 昨天哭失了別人的肩膀 對 前天哭失了導演的肩膀 對 因為我其實 我承認我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其實我蠻硬的 但那個硬不是說 我不敢表演或什麼 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就是 這是我第一部戲 所以我就有很大的壓力在身上 但我不覺得那壓力是壞的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代表自己 沒錯 我是沐浴在這壓力裡面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我還是要好好的表現他 那我就每天真的是 花了非常多時間在做功課 那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次演戲的人 背劇本都會是一個很困難的 對 或者是 情緒的轉換 或是哭戲之類的 對 這些你要怎麼辦呢 嗯 這我真的必須要 在現場如果NG二三十次 想必被罵翻啊 對 但還好其實我們 就是因為我們導演真的是 很有耐心 然後製作人也很有耐心 然後 加上我們編劇真的是神編劇 他真的很多劇情是前面 讓你笑得稀里哗啦 後面要哭得亂七八糟 嗯 對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這齣戲就是才會精彩 才會好看 那這也是考驗我們 因為其實大家 如果真的 你真的來演演戲之後 就會知道 其實喜劇真的很難演 嗯 喜劇是一個節奏很重要的一種 一種劇種 然後你需要 思緒很清楚 而且你 要把自己的 這製作人跟我講過一句話 喜劇就是你要把你自己的痛苦 把人家的歡樂建築在你的痛苦身上 所以你越痛苦 才會遇好笑 他沒有把那句話叫壞 對 真的 可是因為這樣子才會好笑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 我很感謝 就是像製作人啊 或者是導演 都教了我很多 然後他會跟我說 你這節奏要怎麼抓 所以我雖然壓力很大 但是我也是 要不要爆料一下 就是這四位裡面的 誰NG最多次 其實 肯定不是他的 對 就我們四個人其實都差不多 因為我們都是新人 可是我覺得很好的是我們四個人會互相加油 就是我們可能沒有拍到的時候 革命情感 真的 因為大部分的戲 全部都在這四個人身上 對 所以從他們不熟到 越來越來越來越熟 然後最後因為戲不好 朝夕相處的三個 對 戲一開始沒那麼融入 所以就直接規定 讓他們兩個先 讓他們兩個先住在一起 然後後來他們兩個住在一起之後呢 發現他們兩個戲特別好 對 然後他說 又來了 然後他就開始加入他們三個 為了默契就把戲文又趕到天人的房間 沒有啦 像韓國的武藏堂里就是關在一起 就是因為戲有默契的 他都關在何個房間 他們五片集 你一直被他 不是 不是 關在一起 但是我說真的 那時候我們三個開始坐在一起之後 真的是在對於演戲上太有幫助 那個幫助不是說你對劇本熟不熟 是你那個默契 他我們三個人站一排 然後我們兩個在我們三個對戲 他隨便一個呼吸 我都知道他要幹嘛 親感有建立起來 他親一個彈 他其實就這樣親一個彈 我就知道對不對 然後他就會接話 然後我們很多戲就變成這樣 就自己加了東西進去 然後導演也覺得 很自然又很有趣 就加進來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默契真的是很難得可貴 他終於感受到什麼叫戲路人生 人生如戲 對 戲路人生 有沒有什麼你比較難忘的一些橋段 或是在拍戲的過程中 難忘的一些橋段 有像我覺得很精彩的一段還沒有播出 大家到時候可以看 你要透露囉 可以要透露 沒關係 他裡面其實是一個大致的幻想 他幻想 我他幻想 因為我後來我們要做一個大事情 就是要做一個APP 叫做一起吃飯吧 對 真的可以一起吃飯嗎 真的可以一起吃飯 哇 好期待 因為小易是 小易飯團在這齣戲裡面 是很會煮飯的女孩 他用順菜順飯做了個炒飯給你們 對 他很厲害 他就是 反正我們就幫他設計 我就幫他設計了一個APP 然後是可以讓大家來挑選食材 在我們家吃飯 然後一開始他聽不懂 他就說 蛤 那是像三夜食堂 然後敬幻想 然後那個幻想 是我們兩個在 我開了一個日本料理店 然後他是老闆娘 然後他是外送員 然後他是一個工人 然後進來我們吃飯 然後那場戲是 我們兩個在家 累了很久 因為我們光看劇本的時候 就快笑死了 我們就覺得這場戲 因為這場戲主要是在我們兩個身上 然後我們覺得這場戲 一定要把它好好的雕完 演完 我們前一天不誇張 我們至少花了好幾個小時 在對這場戲 然後果然隔天到現場 全部工人人拍的時候 笑得亂七八糟 然後製作人沒到現場 他剪的時候 剪一次笑一次 調光笑一次 看到我又再講一遍 害我也很期待這場戲 那你這個角色裡面 你覺得最困難的部分是什麼 其實最困難的 我認真覺得 我雖然講出來可能會被罵 可是我真的覺得是當一個帥哥 因為我真的覺得 真的演戲之後我發現 真的是要演一個帥哥 旁邊臉不容易笑出來 因為真的你要演一個帥哥 你要舉手投足 都是氣度跟氣語非凡的感覺 真的 那個其實真的是一個 這還需要演嗎? 需要揣摩 真的沒有沒有 可能我私底下 那種氣質的問題 加上我以前可能就是身份 可能是勞蛇歌手 可能就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他把那個拉回來有點困難 對 然後我在進入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就看了很多戲 可能像 導演有那時候 推薦我去看那個 還是清新的你 然後或者是看一些 李敏浩啊 或者是一些很厲害的韓星 他們演男主角色 風度偏偏的感覺 就會有差 他們其實真的舉手投足 都是一個就是氣度 射擊過的 對他們也跟你講話 就是一直盯著你看 既然他們都說 在展示老舌的歌手 不聽一下怎麼可以 啊 需要SOS還需要什麼歌都可以 來 來 趕快把板子拿走 趕快要站起來唱嗎 我們擔心 我們擔心 集信是不是 好 需要什麼地方 我們擔心 好 那我就唱我們 我們 我之前團體的 耶 現場喔 大家都有期待 耶耶耶耶耶耶 好那我就唱 我們之前團體的歌 叫Ride OK Check it out 翼正鳳 從我的臉上吹過 喜歡你 我才會不管對錯 你喜歡的 說是我的幽默 要懂你笑 哭了是我醉過 我們開著車 在台北環繞 天氣太好 要去哪裡都不知道 帶你去我以前的學校 我的回憶 你對我來自找 那裡的記憶體 現在只會有你 我心裡面的秘密 聽說的話有耳氣 唱唱歌 我愛上你的八道 唱唱一口氣 沒餘料被你抓到 神奇 因為我們活在不同世界 現在方向一樣說好 不用直接 如果需要 我要保護你當全職業 你當我的公主 我當你的全世界 哈囉 好強喔 你覺得專輯是不是要很多手 都是你自己寫的詞 對不對 我們都自己寫歌 哇塞 寫詞 剛剛那個歌詞 你們講的半端就是 就寶貝嘛 對啊 他剛剛就說你是我全世界 你又抓到重點 你是我全世界 對啊 就是六妹告訴我 因為他都唱了歌 所以我們要趕快要送禮物給大家 哇塞 昨天的從小預告文 就是我們現在就要先送出一個冠喜包 跟一張他的簽名照 這真的是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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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敲的歌愛 對啊 好我跟他的粉絲人現在迫不及待了 來來來看這一位幸運得主是誰 好 是誰呢 康瓊怡 康瓊怡恭喜你 他很賽喔 謝謝 好喔 緊接著我們就要請我們的刀發傑稱 來告訴我們 當時怎麼會想要籌備這一齣劇 為什麼想拍這不是 這個戲是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 巴大列祭台 就想說給一個新人一個機會 然後說開一個新的頻道 新的一個時段 然後給完全新人機會 等於說晚上九點鐘是一個偶像劇的時段 新的時段 然後是要給新人機會 那我聽到這個時候覺得 哇好興奮的 因為現在已經這麼不景氣 誰會願意給新人機會 所以想說那怎麼辦 然後我們再想一想 後來想說 那現在新人大概都是落在90後的 的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想說那就用這個 直接鎖定在這 對 然後把他們的心聲 把他們的狀態 然後把他們的所謂的厭世七拋時代 什麼 投射出來 用喜劇的方式 看起來是很 很負面的 但是用喜劇的方式想要來融入 然後把它變成 所以我就請 我就邀請終極一般的 那個編劇一起來 我們把它變成 苦手 把它變成是搞笑的東西 然後把它弄進來 他們真的很細心 他們在每一個橋段的時候 他們是演那個演員之間的戲 他們會有一個就是類似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帶到自己心中的感覺 他們把他拉過去 對 對 所以你就感覺說 對我心中其實那樣想 可是現實並不一定是這樣子 看起來就覺得 對我就是這樣想的 90後的人 就是為了要讓你們有這種感覺 看完之後覺得 這其實在講我 對 深入其境的感覺 深入其境的感覺 我就90年化 看不出來 所以那個時候是因為這樣奇蹟 然後覺得 那是不是應該要讓90後的人 有一個聲音去發聲這樣 而且或者是說 我們後來越來越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都誤會90後的人 怎麼樣呢 都以為他們只是可能很厭世啊 然後很不關心這個世界 很冷漠什麼 但其實後來發現他們沒有 他們對他們自己喜歡的東西 很熱衷 然後是執著 然後是全力以赴的 那這個精神是我們後來 多去填掉之後發現 是有這個狀態 所以我們後來劇情也慢慢慢慢改成 讓他們幾個人開始有 因為畢竟 現在台灣這個社會 希望有更正向的東西 那製作人當然在選角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就選定了姓維嗎 對 沒有他是第一個 我就覺得 他是以前我就覺得 很符合想要找他來演戲 只是因為一直沒有機會 然後剛好這次 給新人一個機會 當主角的時候 我想說啊那就他了 那就找他來 然後剛好他也 不負重任演得很好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 在那個 我們都是選拔出來的 所以真的要經過八大 在娛樂百分百裡面 有選拔出來之後 選上 經過試鏡的才可以 真的試鏡完了之後 一關過一關 萬中挑選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姓維 就是常常會擺出 流露出一股那個憂鬱的氣息 沒有你知道 你不懂 我們是女生 我們就會想要去呵護他 我們就會想要這樣姓維 這樣子 演戲比較難 還是那個騎車環島比較難 騎車環島 很有名欸 可以磨練一下你的那個智力 我覺得演戲比較難 對 但是演戲比較好玩 對 因為那個演戲 演戲的好玩 真的就是在於 你入戲之後 你就會覺得 哇真的很過癮 很過癮喔 對 既然你都這麼愛他了 我覺得 要怎麼樣 是不是 他投入一下 直接來 你覺得是需要投入一下嗎 對我覺得就先直接來 你剛剛說他很眼熟是不是 對啊 我相信大家 你們一定跟我一樣 你們一定覺得他很眼熟 我一直覺得姓維很眼熟 怎麼說 你不覺得你長得很像我下一任男朋友 沒有啦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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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家都說 姓維要上來撩妹了 那我當然也要 我們要來演一下 展現一下 這就是9年後的態度 這就是9年後的態度 我們要看看姓維怎麼撩妹 對 又很酷的方法 沒有啦 因為其實我真的 我是說真的 我從很早之前就知道姓維 對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在內地那邊 有一部 有一部算是 很紅的 對那應該算是聯誼嗎 聯誼節目 非常完美 現場有沒有看 應該很多有看 因為那時候真的蜂蜜 全部耶 那個什麼 各大平台都在播他們 什麼完美 對 而且他的微博真的很紅 七十幾萬人追蹤 這座人也不知道 對啊 我都不知道他有這 有 我以為他是那個 都一直以為是那個 不知道 他還是有他的市場 是喔 很厲害 他如果去 去那個內地辦簽唱會的話 就是 被包圍 有喔 那我們就來撩一下好了 對 我們來 現場馬上好不好 沒有沒有我們光說不練 這樣不行好不好 一直說他這次經過這100天磨練 實際來驗收一下 觀眾可能知道說 到底是有沒有進步啊 對不對 有沒有進入到那種狀態 有沒有陸續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演一段這個 最簡單的點飲料好了 點飲料嗎 好啊 是他跟你點還是你跟他點 當然是我跟他點啊 你只要點他吧 你也要點飲料吧 我啊 我啊 欸這樣我們要怎麼辦 他要在台子前嗎 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台子或什麼 直接點就好 直接點嗎 那這邊好 來那我這種答應好了好不好 來 太棒了 雞胎這邊嗎 雞胎這邊好 OK 準備好了嗎 那應該是 應該是這樣子 好這樣子 對 是有角度問題嗎 不是不是因為他這樣不開 對 那你要飾演那個 好不好 店員 你是來買他 不是買他 是要買飲料的 可以買嗎 千萬不要點錯 來 5 4 3 Action 你好歡迎光臨 請問要喝什麼今天 我今天想要一杯熟成紅茶 熟成紅茶 對熟成紅茶 那我們甜度冰塊是 甜度冰量嗎 我想要跟你一樣甜 喔 嗯 那一冰量 可能就是你對我 不要那個熱情如火的感覺 OK 但我發現那個甜度可能不夠 甜度不夠 因為你比這個糖還甜 啊 我今天可以耶 我今天好可以喔 好可以喔 我今天兩個可以帶走的真是的 是啊 可以嗎 還是我們可以直接買一種嗎 可以直接買一種嗎 可以直接買一種嗎 太快了 欸很會耶 對啊 我覺得很可以耶 他很冷靜的講出這句話 對他很冷靜 還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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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還有 還有啊 還有啊 OK那 請問你需要外帶嗎 還是內用 外帶外帶 OK那 可以請你不要把我的心一起帶走 啊 啊 他不行 欸 很會耶 很會耶 這是你真實的個性 欸 我可能下次就沒看到我在這邊 真的是 我真的是亂講的喔 你真的是亂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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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會耶 這真的很厲害 你放過我們的新聞 很會 很厲害耶 投資有沒有投資這間店 真的 直接投資 直接投資了 好新聞請坐請坐 哇塞 而且他讓我有點驚訝是 他不會慌亂 他就是很認真的在跟你對戲 是不是 已經 戲已經進步到這樣子 而且他的眼神是很爭執的 在靠著對 哇塞 有被電到你 很厲害 有被電到嗎 有啊 欸新聞當時在進演藝圈之前 有打工過嗎 有欸 其實我以前是個打 真的是個打工仔 就跟魯光人其實是一樣的 真的 但我沒有做過便利商店 但我做過 我賣過Levi's 輸載庫 然後球鞋店 然後潮流店 那很適合 工間要很多耶 對然後還有 在我自己阿姨的婚紗公司 當過美編 對 真的好多才多益喔 怎麼都會耶 好多房源啊 好厲害喔 都滿多事情 所以有沒有在打工的時候 有沒有被欺負過 除了在你阿姨的店之外 呃 配欺負過其實 我覺得應該太帥吧 我覺得應該太帥吧 沒有 沒有 我覺得他們就長太帥了 這應該是蠻困擾一點吧 呃 還好 哈哈哈 你還要不要怎麼回答 長得帥 應該也不算欺負 就有一些經驗 蠻有趣的 就是 曾經有在一間店 然後那個 老闆一開始很積極的想要我去幫忙 可是我就跟他講說 那時候我已經其實已經算有在演藝圈了 就是那時候有在當model什麼 所以會有一些試鏡 嗯 然後那個店長就跟我說 你來你來 你真的是 你這樣可以幫我們電影生意變得比較好 而且我現在很缺人 你來幫忙 我說可是我這樣很適合 因為大家如果做這個行業就知道 如果那個試鏡有可能是隔天突然有試鏡 對 我就說可是我可能會突然要請家 他說OKOK 沒問題 結果一個月之後 他開始忘記這件事情 我隔天要請家罵湊頭 怎麼可以這樣突然請家 可是一個月前不是這樣講的 對 他忘記了 對 後來默默的我就想說 好吧 那我可能因為我真的也是 因為我很想要好好認真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就 就必須要捨棄那個打工 對 然後我就去 就真的專心在自己的演藝工作上面 那所以你當時進伊林公司的話 是經過一個選拔嗎還是 不是耶 那時候我會進伊林是因為 我19歲的時候 然後 19歲 這樣離你很遠是不是 對 19歲 那時候我 是蠻有趣的一個故事 我陪我學長去錄大學生了沒 然後我是陪他錄影的 我就在旁邊這樣看這樣 然後那天來賓是 這種 瞧到我聽過很多次 就是真的 陪他去 然後本來是錄去別人 對 然後從的時候就跟這個朋友交耳 又是一唱作我的工作 那你們沒有 那個講話講完然後 就變成一個團體 然後來賓是我們 然後那個來賓是我們老闆娘玩弱姐 然後他就看到我 然後他就跟我們的助理 也是我 他的助理也是我現在的經紀人 然後他就說 欸你去跟那個男生聊聊天 然後就因為這樣 然後就進入了 就跟公司合作看看 然後就簽給公司 哇一大貴人耶 真的是一大貴人 對啊 那你們還有聯絡嗎 有啊 還是好朋友 還是好朋友 你說我們的學長嗎 還是好朋友 還是好朋友 去完會不會就不聯絡 沒有辦法 現在還是要這樣講一下 對 其實他把我差不多都封鎖了 欸但是 就是你知道 這個身材可以當媽的 但是你要再變成歌手 也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 應該是說你之前有 比較有類似的訓練 或是 因為應該說 因為我以前就是 我國中高中開始大學 都會跳舞 跳街舞 然後因為剛好 街舞耶 但意思是說 直接來一下的意思 所以我剛剛好說是嗎 欸那現在這樣 是直接來的意思嗎 沒有怎麼講 沒有怎麼講 該怎麼講 該怎麼講 10個人在等你跳舞的感覺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 所以我從小去 就聽饒舌啊 跟聽HIPHOP長大 然後那時候公司 就想要組一個 嘻哈饒舌團體 然後欸剛好我會跳舞 知道你專長 我團員也 我團員會做音樂 然後他就一直常叫我 他說我那麼喜歡聽饒舌 為什麼不嘗試自己寫看看 對 那可能因為我聽從小耳濡路難的關係 所以長大就開始寫饒舌之後 就發現其實蠻快就可以上手 就對節奏感 因為又跳舞 對節奏感對音樂 就比較很容易進入那個 寫歌的當下這樣 而且我覺得他可能是有經過很多的歷練 所以你可以真實的寫出自己的感受 對對對就喜歡寫自己的故事 所謂的歷練是撩妹的歷練嗎 欸? 就他不用問別人吧 講到撩妹就是 他問製作人對不對 他 什麼想要再聊什麼 沒有 我跟他說說 講到撩妹 剛剛很多人就在問說 那有沒有什麼就是覺得 90後 他們撩妹的一種方式 就你在演出這部戲的時候 你覺得 要蒐集很多撩妹的方法 對對對 其實就是周大志 是這個蠻 對我們裡面那個角色 周大志就會有一些橋段 是他在撩妹的 所以他可能會說 你看這個紅茶是什麼顏色 他說紅色的 就像你的心一樣 紅如火之類的 隨時隨地都要來這一招 所以就要去蒐集很多資料 這樣 還有什麼點 你這邊有個點 什麼 有個點什麼 你磨到東西來 什麼點那個梗 就是幫你拍掉類似這樣 對 之類的 比較親密接觸 就是這樣 你這邊有一點小方當 他說 他說 你這裡有一點東西 什麼東西 有點漂亮 他就對你還是說 可是我們剛剛以為 他是要說 我有點喜歡你之類 就是講 有一點的 基本款 對 我覺得你有點臉紅 你要沒有那麼少臉紅 對 突然覺得好熱 怎麼搞的 對 而且 我們要來劇透一下對不對 就是你剛剛講到這個 一起吃飯吧APP的部分 是我們接下來會出現的一些敲門 是 接下來劇情要看怎麼樣往下走 可以透露一點點 稍微一點劇透 對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他在厭世了 然後就覺得這個世界都沒什麼 就是他也不想管 反正我都覺得這樣子 人生就這樣 他為什麼打工呢 他認為就已經 就能夠溫飽就好了 就算了 反正爸媽也不要我 都不要我那算了 對 然後他經過發現他在 他有一次在便利商店 看到有 現在很多人 這個是真的 很多人 都自己在便利商店的位置 然後 吃東西 吃飯 一個人吃 然後只看手機 然後吃飯 就可能現在有很多人在看我們的直播一樣 對 邊吃邊看 那個直播 然後他看到好幾個人 就一個一個一個這樣自己各自的 他就覺得 哇為什麼這些人都不會 好日本的感覺 對 為什麼不會這樣跟人家互動呢 什麼的 然後他就他想說 那我們家裡面有 有人失業 剛好那個女主角失業 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專長 對 沒有專長 然後那個 那個誠信達是在裡面 工程師嘛 對 他就會工程 他在裡面算是那個 就是精神領袖 所以他就把他 他來發起這個 對 集結起來 對 大腦就對了 就是把他所有的專長 統合在一起 資源整合 然後做出一個 欸 不然這樣你會寫程式 那你要寫app 小一會煮飯 他就開始煮飯 那大致會宣傳 就去宣傳 就去做公關 那我就當一個 就是 Leader的角色 就是幕後常見人的角色 然後我就幫大家 把自己的事情都做好 然後我們就設計了一個 叫一起吃飯爬的app 對 是 下面我們有一些那個 幕後花絮的照片可以看 我們可以準備一下 你會不會想要把這個APP 變成那個 真的會想欸 對啊 請廠商來開發一下吧 真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市場 這是個商技欸 很多人真的自己吃飯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實際上他們在家裡面 每次請人家來吃飯 就比方說你可以上網說 我今天晚上要去你家吃飯 然後你可能想吃什麼 就比方說 你小時候的什麼 我想吃小時候的滷肉飯 你可以點菜 外送嗎 對 或什麼的 就外送到那邊 不是剛剛 我覺得他可以跟很多 在家裡組跟你吃 我覺得他可以跟很多藝人合作 對啊 我覺得這樣很好欸 那可以邀請我去嗎 我想去 一定不行的 我想去 而且其實最有趣的 等一下大家又不願意啊 最有趣的是在你今天吃的 你今天點的 假設你點的滷肉飯 然後你點了一個購丸湯 然後你點了一個湯 然後你點了一個 你可能點了一個紅到四十頭 你覺得很好吃 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學起來 我們現場就是 那個廚師 你教你怎麼做 主廚會帶你去採購 然後回來家裡 在我們廚房教你 這很好欸 這是個獎金 不動性的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是 可以真的思考一下 這是一個市場 真的 真的 那時候我就一直在研究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我搞得 可以自己做一下 要創業就對了 因為90後的人就是有想法嘛 我們也鼓勵他們 就是有想法的 你就要去做啦 光想沒有用 你不去執行是沒辦法 沒辦法的 其實就是足夢 但沒有到踏實 真的 真的 講成語 剛剛是講成語 剛剛是講成語 就足夢踏實 但是我們足夢 但沒有踏實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照片 好 也有這個 對 除了這個之外 好帥喔 他就是剛好那個 還是在公子哥的時候 他第一集的時候 他在口袋有錢的時候 對對對 然後這是阿達 工程師 這很符合欸 這造型 然後他們三個 在那個 要把那個女主角 本來要把他趕走的時候的照片 啊哈 中途一度要把他趕走就對了 對 為什麼被揍了呢 因為他後來欠錢了 欠錢了 所以不讓他走了 這是那個頂家 一開始還沒 還沒 設計好的時候 還沒有被他 被他裝潢過的時候 嗯 這是我們的屋頂 那個屋頂 屋頂 這就是我們頂家 對 嗯 欸裝好不錯啊 好溫馨喔 對啊 這很溫馨 因為女主角就是 他就他就搞成這樣 這好像是客串 對 陰森 陰森來客串 欸你都有在看耶 我就90後嗎 真的耶 真的有在看耶 有有有 哇 都有在看啊 真的很在看啊 他是真正好教練 所以你看看了這些照片 就想說 我今天晚上就是要9點 要鎖定的感覺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些都看過啦 因為我都有在看 所以這些片段我都知道 對啊 後面會又來 後面會又來改變 等一下送你一張簽名照 欸可以嗎 欸我剛才割愛一張耶 可以嗎 可是我不要風格的 可以嗎 欸欸欸 沒有你要說我不要入鏡 對不對 好了 你又搶鏡頭嗎 你跟我們拍太多次了 對 欸我們有一個目前進度的 最新運告 給大家看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最新預告喔 我先那個 你知道嘗鮮一下 對先知道 嗨 有一個粉絲私訊 我好多天了 他說 想要跟我說 見過海鮮兩面 蕭蕭 他說學費多少都可以 他是陌生人 你這樣好嗎 我幫你不要約時間一點 我好像 對跟中 八大綜合台 九零後的我們 好 是不是 真的 而且剛剛其實看很多人 他們都有在看 是齁 他們都說必看啊 必看 對啊很多人都在下面回 你是那個 因為他選手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帥哥的粉絲團 欸你就打那個 陳信偉就有啦 陳信偉應該就有對不對 有有有有 對這邊又圈粉了 有圈粉了 什麼何鋒 何鋒 中要演我像 我跟你講 你們知道他演什麼嗎 他演爸爸 你們還記得那一段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像我演爸爸 演哥可以 哥哥 你確定嗎 聽不懂這麼好 可以再來 裝很龍 我跟你講 你知道去看一下 那個信偉的粉絲團 你就會看到他那個 有很多 不管是拍照的一些小花絮啦 或者是他們殺青 剛殺青嘛對不對 三個月底的時候剛殺青這樣 他會分享一些他自己的心路歷程 真的 但都沒有碰他那個哭的照片 沒有啦 你要拍那個 導演那個肩膀那一塊 失憶快的感覺 對 那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不知道那個 就是check一下今天有沒有通告對不對 對對對 就是殺青的隔離 很害怕這樣 那天真的是有一種 其實不只我 我們其他三個演員都是 就我們一早上起來是先看 就有點驚醒 然後看手機 喔殺青了 但是偶像劇比較不會像那個 本土君那麼可憐 就是這樣拍到很晚到很早進捧這樣 然後我們還是有幾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我們還是有幾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算是還可以 這個人性的 對 反正就拍那種就是平常日常的感覺 真的很幸福 而且每天都吃得非常飽 所以拍了一百天沒有變瘦就對了 我們還變胖 真的 變胖了 大家都變胖了 還好這次還想要爬六樓 真的是 還順便運動這樣 然後因為我很常要改頭啊 改造型 然後上下 一天要跑上三下四五次這樣 就是一個訓練 對 所以我覺得 接下來你還會想要 比方說如果有 還有演戲的機會 可能想要接哪一方面的挑戰 其實我不給 我沒有給自己設限 比如說殺輪犯啊 都可以 我覺得我都想演 那個心中的劇情要很濃烈才可以 心中的小惡魔 對啊 那個不容易 因為其實我覺得真的喜歡演戲的話 你會對自己可以嘗試什麼角色是會更好奇 會更好奇的 你就會覺得未來可以遇到怎麼樣 都是 就是讓自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所以不排斥反派 反派才好啊 反派很難演 而且你要演到那種 就是觀眾看到你的 就很怕 那種 有沒有你最想要對手的那個女演員是誰 對手的女演員 其實我覺得很多很厲害的演員 我都想要 像那個海玉芬 玉芬姐 對那時候因為他是我們那個 老師 評審老師 他也是媒體人 對然後還有那個 之前跟邱澤演那個 以前就是入圍最佳女演員的 就是得獎 那個 對 那個誰 有跟 有跟蕭敬成一起演公式的那個 他演那個精神分裂的那個女生 跟邱澤演那個 電影然後有得獎 粉絲知道是誰嗎 對 剛剛留言告訴我 剛剛有說什麼 謝 對 有人問到一個很專業性的問題 想知道 演員呢 就是在戲劇當中 會不會真的動線 有真的愛上成天人嗎 對 他在裡面有 打扮的戲有兩次 一個是不小心 一個是發生內心 三次 三次也是漏掉 三次嗎 對一個是 第一個是不小心 第二個是 在帳篷門口有沒有 你在幹嘛 一出來就哭到這樣 二座居之吻的概念 那個人 然後第二個是 他 過來強吻我 強吻你 對 在哪一段 在我 在我主動的前段 你們自己家信了嗎 沒有啦 喂 他們從機場回來 你們去 機場回來 對他們從機場回來 然後 那個是 應該在陽台嘛 那是在陽台嘛 那是那是在 那是在一樓 然後陽台就突然 而且一直都覺得 他們應該是自己 那個私底下 自己家 他們自己 自己家一條 那真的是喔 我練習很多次 沒有沒有沒有 去本沒有寫 沒有 去本沒有寫你們自己家的 怎麼可以這樣 怎麼可以自己家吻戲咧 其實我跟有人住在一起 喂 沒有啊 亂講了 終於講出來了 好心碼喔 沒有 但確實真的有時候 我們大家在這個 拍戲拍一拍 然後我可能有時候大家因為 大家中間沒有你的戲 大家可能會去躺一下 躺一下休息一下 然後就好幾次 好幾次就大家 就我打開門說 欸你怎麼從沒出來 我說我剛剛上 因為他們的廁所是相通的 我們是有一間廁所 然後兩個房間都可以進去 然後我就出來說 欸你怎麼從沒出來 我剛剛是上廁所 所以我就剛剛一直遺棄 被誤會了 對誤會 欸這種朝夕相處 你會有感情的 你們三個男生裡面有誰就是 你知道 跟前提的人比較好的 其實我們 反正是我們三個男生感情真的比較 真的特別好 因為就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那一定是沉澱有男朋友啊 才不講 欸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不攝錄了 不攝錄了 不干涉一人的私生活 對對對 那個公版回答這樣子 好喔 那我們最後等一下再抽出兩位幸運得主 我們再講一次就是呢 不要忘記喔 每週一到禮拜有晚上九點鐘 叫你花檯 對 鎖定一下幫我走開台 那如果沒有看到電視 就是首播的朋友也可以上 LiTV跟KKTV 都可以看 這邊可以收看 LiTV跟KKTV 都可以 都可以 然後可以到那個 興偉的粉絲團去按讚 追蹤一下他 對啊 今天謝謝兩位來現場了 謝謝 開心 謝謝刀髮 對 好喔 我們來看這兩位幸運得主是誰喔 來看一下 對啊 要等等呢 要等 要去刷起來 要去刷 大家要他的簽名照 所以人數太多 真的 等一下時間 這真的是 熱騰騰 對啊 很帥 感謝你就是捐出來 粉絲感謝你 我這是割愛 等一下我們開放你一秒鐘時間跟他合照 真的嗎 沒有拍好的話就不行 幹嘛這樣 金金也要立刻帶你把他帶走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我們就是幫女性某點福利啊 就是 什麼樣 我是女性代表 好啊 我是女性代表 好可以抽籠 大叫一聲 好來看一下 那兩位幸運得主呢 是 李元祥 還有 璇璇泰 我們在什麼面啊 好 恭喜兩位喔 太好了 我們晚上就要鎖定9點鐘 真的 今天晚上就又可以看了 看下去 剛好是第二十集 沒有啦 對啊第二十集 不錯嘛 剛好剖半 對 晚上一定要看喔 對 好啊 那就 因為明天短午節 所以明天沒有直播 那就下禮拜二見囉 大家再見囉 拜拜